大家好 歡迎收看 這位請投資 台股有沒有如同我的預測 它表現是不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亮麗 今天台股大漲532點 主要原因跟籌碼面有關係 融資大幅度的減少 代表這個盤下沙的過程 伏額清洗得相當乾淨 你自己看一下 這一根長黑 跌到547點 融資大減61億 上個禮拜五 中抽了770點 於這禮拜一 兩天融資又減少了80億 所以籌碼面的一個沉澱 讓台股今天股價會說話 所以下沙的過程 為什麼告訴你 要找資深性的買點 伏額乾淨 所以多方性的一個結構 來到3月10號 這根紅黑棒叫支撐 上禮拜五殺下來 剛好來到支撐 站在買方 真的要站在買方 所以當昨天 台股找盤 大漲了快300點了 盤中壓回變漲100點 還記得嗎 禮拜你還記得台股是開高走低嗎 當年融資有大減 那禮拜二再來一次 你一定會認為這個盤 可能會開高走低翻黑 跟禮拜一樣 但是沒有 洗完籌碼 他就直穩了 尾盤變大漲188點了 所以融資昨天是不是又減少了5億 如同我的預測 所以今天台股大漲532點 跟籌碼面有關係 融資大幅度的下降 剛好台股來到一個紅黑棒支撐 買在絕對的一個相對低檔 你所看到的是 股價幫金老師的一個實力 做見證 所以上禮拜 我們告訴你 剛好兩大利空 是正利空嗎 中東戰爭的一個地緣政治 我說過 只要不引起全球性的一個大戰 他反映一下而已 台積電 法所謂短空長多 我會告訴過你嗎 他雖然下修半導體的一個資本支出 但是上調自己營收的一個展望 主要原因在AI 主要的原因在AI的長多 所以他那個短線的一個修正 只是打預防整理 其實沒有那麼差 所以我在禮拜五 有沒有告訴你AI伺服器 AI伺服器是這一波回檔修正 你要佈局的中心之一 我們幫你掌握未來的主軸脈動 對 情城不是AI伺服器的嗎 今天不是強攻漲停嗎 今天情城不是來到波段清高嗎 給你買進的一個時機相當關鍵 是不是 4月16號 這個位置 AI伺服器的行程賺大概一股本 營收成長超過五成 連三黑找支撐性的買點 支撐化給你了 上禮拜二247低階 大門重挫 融資大減61那一天低階 低階 低階強勢氣候股連漲三天 從247漲到275 是不是 漲到275之後 盤勢的回檔修正 昨天不是特別跟你交代嗎 支撐守住大有可為 支撐守住 這根腸葉洗下來 不用擔心不用怕 還在支撐之上 所以整個秦城的一個架構 昨天講完之後 今天立馬衝漲停 288破斷高 你這個位置有跟我買進 秦城這檔AI伺服器的 是不是大家都探錢 行情本來就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我們對大盤的方向的規劃 所提供給你主流脈動 不是在秦城 今天漲停板 來到破斷高的288 我才搖旗吶喊 是不是 昨天支撐守住大有可為 連續三根的黑街棒 來到247 低階的買點也是我帶給你的 一檔股票 要完整的賺取它 完美的破斷行情 我說過你要給我時間 你真的要給我時間 你看看這檔台勝科 今天不是大漲嗎 來到180的破斷高 從這個位置 160沿路的逢低承接在黑街棒的 第一點 你是我忠實觀眾 你有按照我給你一個操作 建議逢低承接的 建議台勝科來到180 你有探錢嗎 你有探錢嗎 銀廣也是AI伺服器的 營收成長六成 當時4月3號 整理末端要衝出去了 這是發動的一個買點 當時79塊9 連漲三根 將近40%來到114.5 賣不賣都是賺錢 我當然有到會員做一個 減碼的動作 是不是 買在79.09那一天 漲了3 40%的114.5 要去追嗎 我們有適度的賣出減碼 從114.5 打回到78 所以這個位置 有沒有賣 是不是差很多 本來可以賺30幾%的 沒有賣 殺下來白忙一場 那就很可惜 不是嗎 所以整個銀廣的架構 78 逢低買 上禮拜五大盆重做了700多點 逢低買 AI伺服器的銀廣 我常常告訴你 我在分析大盤 就是要給你一個正確的 一個策略跟方向 上禮拜五 AI伺服器 對不對 銀廣是AI伺服器的 殺到本波段的低點 明白告訴你 逢低買 逢低買 回到起漲點的不買嗎 今天銀廣大漲9% 來到85% 所以在目前行情 你覺得有沒有越來越熱弱的一個跡象 我昨天跟你講過 這盤會越來越穩 因為籌碼面很乾淨 昨天 早盤這個開高稍微壓回手 低 讓伏額又輕掉了5億多 所以籌碼面的穩健 在目前行情當中 當然一樣具有關鍵性的因素 不然我跟你分析 農資源幹什麼 要讓你的軍心 你的一個操作的一個決心 可以穩一點 對不對 對啊做股票 你不覺得很猜嗎 就像這一檔台勝科 矽清源賺大概5本 159 抵打得不錯的一個位置 這是一個上車時機 3月8號 3月15號 上去之後回檔 160 可以抵接 當天收盤是160.5 159 抵 打得不錯 逢抵買 殺到160 還是可以抵接 對 上去之後回檔 一根長葉打下來 上個禮拜我的台勝科 163.5 長線就是看好 長線就是看好 你怕什麼 怕跌嗎 如果一檔股票 你長線是看好的 你認為它是會大漲的 你需不需要有低點讓你上車 那低點真的到了 你敢不敢上車 這都是操作的美感 所以整個台勝科 上禮拜五 大盤殺身隆隆 盤中跌1000點 台勝科殺到163.5 長線就是看好 有沒有連長兩天 昨天來到17.5 上禮拜我是163.5 昨天已經漲到17.5 持續看好 繼續看好 為什麼 籌碼很漂亮 跟大盤的一個結構 很雷同 你看 慢慢的一個墊高 上衝下襲 融資水位再新低 籌碼漂亮的台勝科 昨天我還是看好 我還是看好171.5 今天已經來到180 誰真的能讓你賺到錢 誰真的在低檔區 邀請你上車買台勝科 是今天的180嗎 不是 是上個禮拜五的163.5嗎 是之前的跌160可以低接嗎 什麼是低風險的操作 親愛的朋友 什麼是低風險的操作 我絕對不會介紹一些 阿里巴布達的投機股 讓你跟我去拼 拼風險有什麼用呢 你追求的是高風險 還是高報酬率 所以我常告訴你 風險跟報酬率 是一個翹翹板的原理 你一定把風險壓低 那個利潤才會浮出台面 而不是一昧的追逐 一些基本面數字 非常不好的一個投機股 或是地雷股 那個風險太高了 我不會去碰那種股票 我的選股原則秉持著 巴菲特價錢投資 跟你的極有股 你會常常看到 我拿出這一張字卡 因為股神講過 價錢投資 是你走向成功的唯一機會 我的選股 符合巴菲特的選股邏輯 你放心跟我低接 你看看這檔中心電 上衝下襲 禮拜一殺最低 連三黑 怕不怕 殺到184 我都縱使跌破支撐 它也會翻上去 是不是 所以整個衝心電 昨天禮拜二 又來到183.5 跟禮拜一的184 差0.5而已 我看到籌碼面 是越來越乾淨了 所以我就不會擔心 它在這個位置 不斷的一個上衝下襲跟洗盤 對不對 融資水位新低 漂亮 所以新進委員 昨天禮拜二 有沒有告訴你186 一樣可以買 照買不誤 買 怕什麼 怕什麼 收盤是188.5 今天一個中心電 今天一個中心電 你可能又認為不好 對不對 大盤大漲 它還翻黑 它還翻黑 為什麼會這樣的走勢 看一下 華晨 華晨今天翻黑的跌勢更重了 所以把中心電拉回來 華晨 可不可以買 我已經跟你分享過 這兩檔個股的基本面架構 中心電的業績幾乎是華晨的1.5倍 華晨今天股價854 中心電今天股價194 你認為哪一檔股票比較投資的價值 你認為呢 你不覺得中心電股價被市場上低估了嗎 所以整個中心電 在這一波的操作過程非常的辛苦 很辛苦 今天不過電高到195而已 這邊都在上衝下息 你會看好嗎 我問你 中心電 李白這根長黑殺下來 殺到本坡的低點184 你會看好嗎 你想不想賣 親愛的朋友問問你自己 如果李白沒這樣解盤 李白的早盤 你想不想賣 你李白是不是在鎖定我的節目 看我怎麼分析中心電的未來架構 對不對 鎖定我節目的一個好處 再關鍵性的一個轉折 我會給你帶到 是不是中心電 殺到184 誰不怕 我的會員也很擔心 對不對 要不要出場 連三黑 對 如果你就一個K線一個戰法 出現連續三根黑黑棒 那是一個反轉俯衝 賣出放空的訊號 你一賣就賣在低點了 你懂嗎 所以我特別告訴你 禮拜一的中心電 縱使跌破支撐也會翻上去 穩定你的軍心 懂嗎 所以禮拜二183.5 差 禮拜一的184差0.5 怕嗎 你看我帶會員一樣 買在186 你就知道我不怕 因為籌碼很乾淨 融資一直在遞減 籌碼面跟大盤一樣 是越來越乾淨 所以台股 從中心電 當然要往上墊高 是不是 中心電今天不是來到195 另外一檔 重電類股 亞歷 營收一樣新高的 漲多的回檔當然是找買點 對台電的一個電網 經過桃園的一個限電 他釋出的一個訂單 會不會越來越多 這都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業績來源 沒什麼好分析的 所以只是說亞歷 漲多的回檔 你什麼時候要做切入嗎 昨天禮拜二 我看到他籌碼一樣越來越乾淨 對不對 回檔下來 融資創下新低水位 籌碼乾淨的一檔機油股 昨天 當然 趁平盤以下 接在146 亞歷 盤中拉高157 今天 已經來到162 昨天是不是一個買點 我是屍後放胖嗎 對 趁昨天 排骨本來漲了 300點 壓回剩100點的過程 進去 進去 做一個承接的一個動作 所以整個亞歷 趁回檔低接 在16 今天已經來到162 2天16塊錢也不錯 買個10張就好了 不過花你146萬 馬上可以獲利16萬 獲利ING 這是我的一個操盤節奏 另外一檔 COAX的干預股票 整個COAX 紅塑 對不對 我們在上禮拜這個位置 兩波段賺了 大概500塊錢 整個紅塑的架構殺下來 這個位置 似乎有一個相對的支撐 今天紅塑亮燈1045 所以整個COAX的一個基本面 我們之前的代表作太多檔了 紀念度代表作是星雲 紀念度的代表作紅塑 接下來會不會是這一檔 有沒有可能是這一檔 上禮拜五大盤重挫 我說殺下來可以低接 24670個自身 上禮拜五自身殺到123了 利用大盤重挫低接 沒有錯吧 今天一個制勝 有沒有回到123至上 今天制勝128.5 是不是 買進殺下來在低接 今天128.5 咬線也是相當突出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要懂得逢低買 逢低買是不是低風險的一個操作 是不是低風險的一個操作 你今天所看到的 不管是台勝科 還是秦城 或是銀廣 或是智勝 哪一檔股票 我不是趁他拉回逢低貸會員上車的 我有忽然去追那一檔股票嗎 你應該看得很清楚吧 就用台股的一個架構 該賣的股票是大漲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先拔檔嗎 你怎麼會在上禮拜 台股殺了1000點的過程 亂砍股票 未來主軸脈絡 不曉得如何動作的 可以加進的是一個來A 小組AI8085 每天至少給你兩通的免費抗訊 一通盤中12點半 幫你幾次解盤 一通下午5點鐘 提供給你盤後的解析未來 現在晚上還多了一通抗訊 20小時全程陪伴你 你懂我的意思嗎 加入我的IA 就如同我20小時不停的陪伴你 看官 所謂整個台股的一個情勢 或者是國際情勢的變化 所以歡迎同朋友加入我的LINE 幫你掌握現在看見未來 很重要 你看一下上禮拜五 是不是很關鍵 大盤重挫774點 上禮拜五國劇 有沒有 之前賣在623的 上禮拜五 578 樂觀看待低階 對不對 你自己回顧一下 上禮拜五是很關鍵性的一天 太關鍵了 真的很關鍵 上禮拜五 是哪一天 這一天 盤重挫了1000點的一個台股的架構 這根紅K棒叫支撐 3月10號 支撐來了 伴隨著籌碼的穩定 什麼股票可以買 上禮拜五的國劇 578 今天 哪幾塊錢 612 是不是 另外一檔台聖科 導播 下面 你們看到 一樣上禮拜五 4月19號 上禮拜五台聖科 跌到163 長線就是看好跟我風低 站在買方 一樣這一天 163那一天 今天已經來到180了 所以 加入 欽老師的一個蠟A 我們提供給你 很精準的 個股的操作策略 歡迎同朋友 加入欽老師的一個蠟A 我們休息 再回到節目一個現場 四星 ASIC 領導廠商 賺超過10個股本 股價修正了快2000塊錢 低檔 真的夠便宜了 昨天禮拜二來到2800 低點守住就有機會往上 關鍵性的一個轉折 給你帶到 今天四星就從昨天2800 漲到今天2990 今天大漲115塊錢 高價股有迷人之處 為什麼成為高價股 為什麼可以來到2000以上 基本面 市場上認同度很高 這關股票 法人喜歡買 大戶喜歡買 公司派 不會輕易的出手 你懂嗎 就讓這一檔享受 去年度的12月份 這個叫支撐 跌 當天是跌 回測支撐買 買在1545還記得嗎 當天收盤是1550 買1545的一個享受 三次的一個買點 我都給你帶到 3月12號賣在2360 累計的波段獲利 1145塊錢 相當於74% 這你都看過了嗎 當時候賣在2360 最高還衝高到2500 2500不追 那回檔下來 上禮拜四殺到1985 藥會DJ 基本面有改變嗎 享受的USB 這個晶片 得到USB協會的認證 所以國際大廠 一定會跟他下單 包括XV 對不對 所以股價變好便宜 對 來到2000塊錢以下的享受 上禮拜是1985 藥會DJ 我賣到2300以上的 後來有更低 今天回到1990了 不是回到成本了嗎 沒有錯吧 所以整個翔碩 買這個位置 殺下來 會員再買 今天一樣來到1990了 操作沒有絕對 對不對 有時候買 小套一下下都不算套 只要它的一個 基本面的架構 市場上認同度很高 行情一旦直穩 股價依然要反應它的基本面 建設 散熱的 賺一個半股本 為什麼今天要買建設 股價下來 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 這個整理類似一個底部 所以今天的建設 告訴會員920可以買 你去對價 當時在919 買完之後拉高951 這就是一個操盤節奏 好不好 下來經過一段時間的整理 我認為是可以買 至於奇紅 雙紅 漲停板 但是它的形態不如建設那麼穩 就是從之前國去 為什麼這邊告訴你 是一個堅強底部 它逐出一個底部 所以556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什麼時候加碼 上去之後回檔575加碼 什麼時候要賣 什麼時候要賣 4月8號漲到631那一天要賣 錢波高634 已經大漲75塊錢了 你去追嗎 當天我是沒有秀出國具 我帶我們高階會賣出了口訊 但是我至少有提示你 來到錢波高了 你去買這個位置嗎 對 你是我們高階會的 你都可以跟我對價 我就賣在623了 最高是631 已經大漲75塊錢了 我買這邊 加碼這邊 這邊你不會賣嗎 竟然是會帶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623賣完之後 殺到上禮拜五 578 大盤重作 它已經絕對的抗跌性出來了 當然可以逢低成績 從578漲到611 又漲到625 兩階段超過120塊錢 漂亮 華新科也是一樣 高點126不追可以減碼 馮回這邊是不是可以站在買方 今天已經來到110 另外一檔 非常漂亮機油股 要耗的根 賺超過半個股本的 已經足底7天了 明天我認為它會8天轉折向上 不曉得如果迎接未來大漲情的 歡迎加入農家軍的行列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時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不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事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本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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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